请问师父,如果在共修会当中,因意见不同而导致分歧,甚至使其分裂,两方认为只要能度到人就好了,可以不惜一切方法,这样的想法是否如以如法? 请问是否争执不下的两方都在造业?面对这样的情况,该如何化解,以达到弟子间的团结?请师父慈悲开始。 举个简单的例子,一个老人家在马路上走,同样有两个人都想去搀扶他,对不对啊?最后呢,一个人跑过去,拉住老人家的手,我来掺你,另个人跑过来,拉住老人家的腿,我来把你背过去,最后这个老人家倒下来了,你说这两个人做好事,最后结果怎么样啊? 不是很圆满,所以你救你的,我救我的,大家一起救,不要去相互有仇恨,然后慢慢地化解,心中的烦恼,能够救人,能够和蔼地救人,圆融地救人,自己走自己的路,路就在你的脚下。 感恩师父,慈悲开始。